小玉,你没事吧,姐姐 你以为你不要激动 不是啊,你才刚刚醒过来 这么激动,会崩溃的 不行,不行啊 我要去劝我的孩子 志刚要伤害他,他真的会下手的 姐姐,志刚已经出去了 小玉点没有事 我去娘房里看过他 真的,他没有事了 是这样的吗 你们没有骗我 小玉点真的没事了 你们不是安慰我 是真的啊,哥哥 你滚过去之后,我去求二姨太来帮忙 她说的全是真的 姐姐,先躺下来吧 对,来 姐姐,快把汤汤灯了,给她盯一下 我这些去 好 玉琳呢?玉琳 玉琳,玉琳 我来这儿 你 没事了 她娘,不要哭了 救我 救救小玉点 我 你也是个母亲 你一定能听认我现在的心情 我只求他们把孩子放在我身边 请你帮我救救情 什么条件我通通都答应 我实在不能忍受看不见她 叫我时时刻刻担心受怕 才想她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会疯的 求你帮帮我 求你帮帮我 帮帮我 不是我不帮你 那和小玉点的关系 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 那和志刚的翻译 我说对也不是 说错也不是 再说 志刚是在我的大力劝说之下 才终于国庆勇气向你表着心 老天 现在能成这个样子 只怕他连我一块恨进去了 你想我能为你求什么劲 我这会儿也是自身难保的 天哪,竟然会有这种事情 真瞧不住 咱们小奶奶会是这种人 我可是老嫂就瞧出了几分呢 你们别看她 平日里是一副温柔端庄的模样 骨子里可不是这么回事啊 大宋她一进门呢 我就看得出来 她是面范桃花 绝对不是什么正经安分的女人 可是打死我也想不到 她居然在婚前就已经不清不白了 会儿 会得她还是出生皇族的哥哥呢 操守啊 还不如你们这帮丫头呢 哎 少奶奶的私生女 被迈进来做丫头 这种奇闻 她说给人听 人家也不会信呢 就是呢 哎 你们可得把口风给我紧闭着点啊 这种丑事儿啊 只能关起门来说 这传出去还能听吗 正头奶奶婚前就偷人 还生下了个野种啊 你们谁不要命的 就尽管去嚼舌根好了 你们胡说 少奶奶是好人 小一点才不是什么野种 你们要是在下说 我就告诉老太太去 哟 你要告状啊 嗯 好啊 把你刚才的话 我对老太太说去 我包管你头都好打 你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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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奶奶 少奶奶 再让我撞见 谁在这儿乱嚼舌根 谁就看不到第二天的日头 知道吗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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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怎么 找家善来 向他哭诉是不是 你瞪什么 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气氛嘛 你怨恨吗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你知道我刚才去哪里吗 我去看我的败把子吴将军 他一直在问我 家里出了什么大事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只好拼命地喝酒 你知道那什么滋味吗 弄不到家里 我看见丫头们在窃窃死与谈论你的丑事 你知道那又是什么滋味吗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被你弄成什么样子 你看看我 不要 不要 你会不会让他回去 你会打我怎么办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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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女人冲动一样 没有一个可靠的 你们犯贱 你再帮他说一句话 你说呀 也许你也有份 你串通在内 帮他一起来耍弄我 是不是 你是不是 爹 爹 不要等你 什么 爹 不要等你 不关家山的事 整你的是我 害你的是我 你要恨你就恨我一个人 不要借助到每一个人身上 你既然这么恨我 为什么不干脆要了我的命 或是痛快地给我一刀 不然就累死我 何苦去折磨每一个人 让你自己变得那么可厌可恨 你动手吧 只有这样 才能阻止我的爱 停止你的恨 你动手啊 阿哥 你快冷静下我 不要再说 不要再说了 轻人 你现在即刻出发 今晚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 给我调一批人来 明日正不赶到 是 你预备和罗志康硬碰硬 我这条技需要你配合 由你出面将志康引来韩玉楼 他万万料不到 你我会联合在一起 咱们供他一个出其不意 将他一举成情 然后以他来交换血科和小雨点 好技 这走的是不险棋 我不希望你们介入 我一个人出面就好 至于埋伏的人生 我可以花钱过来 我花钱雇人 雇什么人 地痞流氓还是无赖昏昏 纸杠背后的靠山是吴将军 你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动谁来为你卖命 甚至还会被人反咬一口 先行世纪败露了 那可怎么办 这 所以你非借着我的人不可 他们忠诚可靠足以信赖 我知道 可是 这样一来 你们牵涉其中 事后罗志高一定会找你们算账的 这你就不要管了 事关你们的爱我 我怎么能不管呢 我们再研究研究 总之 我希望你们能置身事外 不 我非但不要置身事外 我还要头一个站出来 所以我才定下此计 所以我才调集人马 因为 我错了 一切的一切 是我是作用者 我始终不肯承认 只是 一味的痛恨你 恨你 可以使我轻易的 把所有罪过都推到你身上 但恨你 也是我一错再错 让悲剧像滚雪球似的 越法不可收拾 现在 戒灵终须细灵人 我要站出来 挽救雪哥和小雨点的命运 我不在乎志高 事后会对我算账 在我所犯的错误当中 他也是受害者之意 他理当找我 那么 那么后果会怎么样 他狠起来可以六心不认 况且 这条祭祀也是以报之报 以他的个性 他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 不如这样 得手之后 带来一块远走高飞吧 活不走 为什么 我的根在北京 想当年 即便是八国联军 整个北京天地变色 我也不曾离开过 如今竟然为了一个罗志刚 就让我放弃所有的基业 去过漂泊流浪的日子吗 皇爷 不是我要打击你 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中国是军人的天下 而罗志刚 这有股军人的势力 在做他的后盾 如果你预备留下来 和他周渊到底 我反对 你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吗 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劳你淘气行不行 事实上 你应该是恨极了我们 那么不管我们真要做些什么 真要面对什么情况 你都无需关心 那是我们欠你的 你该对你做些补偿 我并不要这样子 没有错 我是恨你们 但恨的矛盾 因为你们 我最亲最爱的人 统统与我分散 母亲一身一配黄土 妻女又深陷罗家 情况危机 我怎么能不恨 可是 你们又是雪柯的父母 是小雨点的外祖父母 说起来 我们是一家人 那么 那么我又怎么能恨你们呢 今天 福建带着你投奔到我这 当我看着你 奄奄一息地被侍卫扶着 当我看着福建那副狼狈无助的模样 我感到心痛 我真的为你们心痛 因为 因为我心里面对你们的爱 已经远远远远地超过了恨 就正如你对我的转变是一样的 这就是人性 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所以 我不能不关心你们的安慰 你这么说 我非常感动 也很感激你的关心 不过 你大可以放心 凭我的出身 虽然如今打权不在 但残余的势力也不可小看 论武的 我非但不怕志刚 倒是他会怕我三分吧 这 不要再说了 此刻 我和王爷的心情 只怕你也不能够体会 今日的一切 不是原谅两个字 就足以一笔代国的 所以请你不要再说服我们 我们现在没时间浪费在这上头 总而言之 我们有十度的把握 跟志刚的势力抗衡 你不需要为我们担心的 好了 明天 我们就召集行事 先把雪壳小一点救出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还是给娘请恩 雪壳给娘请恩 赞山给娘请恩 嗯 北翠给老太太请恩 嗯 怎么了 你是不是着凉了 你给我坐下 可是她脸色这么苍白 咳嗽声又这么重 一定是生病了 给我坐下 听见没有 老哥快不去坐下 别扭闹了 你太太 我知道你压根不关心她的死 但是你不会叫我视而不见呢 我不敢奢望你会为她请了待会 那么至少让她去躺在床上休息一下 可不可以呢 少奶奶不要说了 我没事 我很好 你好大的胆子啊 这个小丫头也敢插嘴说话 你自己给我重重的长嘴 不 不要 你只虐待我的女儿 我再也不要忍受这个 老太太 您打我了 哥哥和小一点冒犯您的地方 请教我一个人代为寿播吧 老太太 老太太 娘 您就发发慈悲吧 他们一个正生着病 一个身体弱得很 受不得刺激啊 娘 娘 你坐在那儿不动了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全反了你没看见吗 反死人了 这个家庭成天这么鸡飞狗跳 吵闹了不停吗 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呢 你给我滚出去 从明儿个起 你不必来我房地请安呢 你讲不得大家不得安理 我就叫你和小一点 您一面也见不着 我投降行了吗 我可以是个完全没有脾气的人 只要你们肯对小一点忍辞一点 这并不是很困难的 是不是 想想看最初的时候 要不是您动了侧眼之心 小一点又怎么进得了罗家呢 所以真实的你 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残酷和不近人情的 那么 请你保留原来对的他的心态 把愤怒和仇恨的一面对着我好不好呢 把他给我弄出去 讨厌看见他那副嘴脸 越看越老气 你赶快给我把他弄出去 你听见了没有 少爷 什么 娘 娘 走吧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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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心气了 进屋去休息吧 你出去 少爷 您就饶了格格 别再为难他了吧 没关系 我没事 他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吧 哥哥 让我拜托你求求你出球 我在等你吩咐 你要把我怎么样我全依你 真的 你说 对我下命令 你给我住口 在你心目中 我真是这么卑鄙龙龙龙的人吗 我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以虐待孩子为乐 挟持孩子来挟迫你为命适从吗 不是 不是 你就是 从昨天事发到现在 你眼睛里只有小余点 你心里面只有小余点 你整个人的情绪 完全随着他而起伏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他而说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这个时间对我有多大的伤害 没有 没有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到过对我做任何的解释 也没有 你知不知道你的一切表现等于判定 我就是一个凶尘恶杀 毫无理性根本不值得你去沟通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当然了 你根本就不在乎 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个做妻子的会把丈夫的感觉完全忽略掉 现在又要做丈夫的自己提出来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能怎么办 保护孩子所以对母亲的本能 我无法控制 我满脑子除了小一点 是在通知空间来想其他的 我着急痛苦了都快要崩溃了 这全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千不该万不该欺骗我 在我最坦诚最真心对你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表面上做一套 心里面想一套呢 我把自尊踩在脚底下 你却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安定你在那儿经营在那儿设计 你真正对不起我的 并不是小于点 他说过去的 我已经说过了过去的事我一笔勾销 你却还要欺骗我 糟蹋我的真心 又狠又重地伤了我 为什么不能和我坦诚相对呢 如果你早告诉我 我生气归生气 但还不至于不能承受这个事实 为什么要让娘来告诉我 让妈来告诉我 让我被这个受天上当的感觉 逼得发疯发狂呢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假不明白 先被你征服了呀 新闻之夜造成的新结 我终于肯定去解开她 因为对你的爱 是我愿意去包容你的一切 我有这个毒量 为什么不能去包容小于点呢 如果你老实告诉我 我想我会成全你 让你的父母带走她的 你们现在呢 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你